再来关心,去年本土疫情爆发时 健身房被迫停业掀起了倒闭潮 三级警戒解除后呢,为了弥补过去的亏损 不少健身房以全新的形态重新开张 也结合了健康餐食 餐厅就开在健身房里面 这民众运动完,马上就能够补充足够的营养 用便利性吸引客人 也引引后疫情时代的经营需求 短短三百公尺就有三家专卖健身餐食 像这样的店家满街跑 尤其队友运动习惯 严格控制饮食的民众来说 一餐直接帮你配好足够营养很方便 但实际上外面卖的健身餐真的健康吗 这些餐盒都是使用原型食物 它的营养素的密度本来就是比较高一些些的 健康餐盒很常都会忽略蔬菜的分量可能足不足够 打开菜色,有肉有饭有青菜 只是少了一般便当的油腻 简单调味又不是风味,是减脂好伙伴 满满蛋白质提供增肌民众所需 其他营养素就从青菜淀粉摄取 那你如果是要减脂的人 其实像我们的淀粉量 大概可能要控制一餐半晚饭左右就好了 可能像这样的一个分量 比较适合增长肌肉的人 因为它的淀粉量是不是含量比较高的 运动完旁边就能买到高蛋白生同餐点 健身餐饮结合健身房 心形态经营模式 是因应后疫情时代不得不的转变 评估其实疫情已经慢慢在比较尾声了 开健身房在有一段市营运的过程中 慢慢培养客人 收费是非常轻松的 是以分计费的 我们也不用被绑会员 收费模式不限于会员制 就不怕本土疫情再起 民众退废潮 也有别于传统健身房规划报时区 整体风格明亮宽敞 采用木头建材 让人仿佛置身大自然 也盼寓教于乐 假日如果带小孩来 我可以让他们去报食一下 然后健身完我就直接在店里吃健康餐 疫情后很重要的生活模式 疫后崭新的生活模式 业者与时俱进 就算疫情又来脚乱 也不怕倒闭潮波及 记者女士们 吴祥三刘伟辰台北报道